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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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 12月16號的 縱容戰記憶實況總結 那這個禮拜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 林格爾復刻了 那如果你是比較 後期入坑的人 或者是說你是 剛入坑的新手 你沒有林格爾的話 我這邊是 強烈建議 盡量把林格爾抽起來啦 因為就像之前所講的 你要在這麼多 SSR裡面 這0.074%的機率 當中去抽出林格爾 我是覺得 機率太低了啦 你要在這麼多的 SSR海裡面 下海撈針 撈出一隻林格爾 我是覺得真的 機率不高 所以就如同老師一樣喔 這種價值 這種幾乎是 T1 T0以上的輔助 我是強烈建議 金票如果真的 不是那麼缺的話啦 能抽還是把它抽到手 會比較好 就這邊跟大家提一下 那角色的部分是 強烈建議抽啦 機體的部分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林格爾的機體 基本上 他在國戰前戲可以換得到 所以如果說你 金螺絲沒有很缺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你可以先抽看看 就不用花這麼多時間去刷 那如果你抽了之後發現 還不滿意 甚至你還可以到 國戰前戲裡面去 去慢慢換 就是這邊 對換所裡面 國戰前戲都換得到 600個代幣一箱 可以慢慢刷 那如果說你沒有要花金螺絲 也可以在這邊直接慢慢刷 就看你個人抉擇 反而是 反而是角色這邊 是強烈建議 就用金票抽一抽啦 真的我是覺得下來 撈成太難了 真的太難了 那再來就是 這禮拜大家 最矚目的 九條嶺的UR 那基本上 九條UR之後 強度完全是 爆炸性的成長 這也是九條的UR化連同 連帶他的技能組一起翻新的 那翻新後的九條 輸出大概落在T1的中段 大約200萬上下落在T1中段 基本上已經算是非常強了啦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基本上 他應該是目前為一隻 呃 應該說為二兩隻 不用花金票金螺絲 就能入手的T1角 一隻是布雷德 另外一隻是 九條嶺 可是相較之下 其實九條的難易度 又比布雷德要低上非常多 因為之前布雷德的 入手方式比較尷尬的地方就是 你太弱農不起來 可是你就是因為弱 才需要農布雷德 那現在九條嶺基本上 算是一隻 你完全不需要強度 就可以農到 入手的T1角 然後T1中段 基本上也非常強了啦 以免費角來說 甚至是以新手可以 輕鬆入手的角色來說 T1中段的強度 基本上 200萬DPS 應該是 後面可以過得非常非常舒服的 然後 再來 如果你紛爭地帶 有刷出足夠9萬的實戰數據 想要升UR 九條的UR也非常非常值得升 因為 九條UR後的輸出大概落在 700多萬 不 落在370萬左右 所以基本上 九條 UR後的九條 基本上也強烈建議大家升 就是DPS會落在大概370萬上架 也非常非常的強力 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是 九條的大招後 大幅增傷的那個大招覆蓋率 其實沒有到很高 尤其是在打小怪的時候 它那個大招後的兩倍全體被傷 其實覆蓋率很容易覆蓋不起來 大概就是七八成吧 那七八成的大招後 BUFF的覆蓋率 其實在打小怪的時候 DPS會掉非常非常多 這個地方是 大概你們要注意一下的 那打王的話 基本上如果能戰裝的話 應該是可以維持在這個DPS 沒有問題啦 那另外提點是 九條因為它的大招佔比 非常非常的高 大概有將近三分之一是大招的傷害 所以九條如果是搭配 老師的話 DPS可以上升到450萬左右 大約會上到450萬左右 大概基本上跟摩根差不多同一個水平 所以基本上 以一隻免費入手 甚至是新手也可以很輕鬆入手的角色來說 UR9條算是 蠻意外的會上到提領啦 而且是上到這麼前面 就是 大概是這個強度 大家其實如果 資源夠的話 我這邊也蠻推薦上UR的 九條這邊我也蠻推薦上UR 就真的是 初代全民老婆強勢回歸 而且是 連拓荒戰神的稱號一起全部拿回來 就 真的可惜可惡啊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週 12月16號的中央戰機實況總結 那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那中央戰機之後的一里路上 有你有我 我們不見不散 連拓草 那是 我們先給你 喔 part都